大家好,我是拉人哥 今天在几个小时前 有一个地产特发新闻 有一个新香港人 即是大陆新移民 走到粉岭火车站 中原地产店铺 拉起环项申诉 他申诉什么 大家看看环项就知道 他就这么说 中原地产欺我大陆新移民 还我全家血汗钱 丧失职业操守 七个人围着他三个半小时 骗了他1650万 拿了几百万佣金 而他放在地下的小华价 就这么写 几个中介 都是二十多年经验 明知是深水埗 都是说九龙城的名校区 害得这三个孩子 读书目着陆 简单说 新移民的业主 经中原卖了一份新移民 移民的业主 移民的业主 移民移民的业主 名校区 若知原来是深水埗 下方不同 她可以来到小ji 粉岚中原 藉民的业主 antenna 已經知道了 我為什麼不立刻出片呢? 因為我要找資料 我要找回這個女人 究竟是申訴什麼 究竟她是買到哪裡 多少錢買 以及怎樣被人騙 這些資料我要全部知道 我才可以把整條片 原本本把故事告訴各位觀眾 有一些Youtuber 就出片太快了 就說屋苑是龍曬 又說是深水保護地鐵站 又說要個下網 就要搞龍堂 全部錯了 我現在的Youtuber那些片 不用看了 我現在重新跟大家 講解整個故事出來 首先 這個大陸新移民 她是一個單親媽媽 她說自己有三個小朋友 自己現在 經常在大陸和香港 上上落落覺得很不方便 所以想在九龍城的名校區 買一層樓 安置他們一家人 她經過中原地產分領分行 從樓經理代他們去買樓 所以大家看到這張圖 就是中原地產 在粉領火車站的分行 而這個女人 經中原介紹她們 就賣了外海眾的屋苑 外海眾的屋苑 就是長實和市建局發展的 今天中共有四座 其實已經是後一日不負荷 這個女人是何時買的呢 是去年二三年 2月16日買的 當時的成交價是1650萬 這個女人就說中原那邊 代了幾百萬佣金 如果是幾百萬佣金 即是換句話說 經紀回佣 即是經紀佣金 就有20%了 這個女人的環額 就是要追討這1650萬 但是她是未付完錢的 她自己所說 就是簽了合同之後 她分三次 就每次付了一百十萬 即是付了二百四十萬 現在中原發展商 就要她付尾數 如果根據她的資料 在二三年的2月16日買 又是1650萬 我就找到這個單位 就是外海眾第五座 40樓A實用面積是772呎 當時的買入價是1650萬 即是平均的赤價是21373元一尺 而她買入這個單位 就用招標形式入標去買 換句話說 就是她和中原有一張標書 說1650萬 其實大家都談好 這個價錢的圖發展商 即是談好了 才叫她用1650萬去買 入了標 發展商就同意 就1650萬買給她 但是現在她還未付錢 只付了240萬 即是換句話說 她還欠發展商 就是1410萬 從女人放在地下的環額 其實女人想進入九龍城的名校區 可惜那個經紀介紹 就是外海眾 外海眾 如果那個女人當時上網查一下 其實很多網頁都寫得很清楚 外海眾是位於深水埗 不是在九龍城的名校區 而深水埗是屬於四十學區 就是深水埗學區 這個女人 因為在粉嶺地鐵站示威 中原被補了警 警察來到 就引用地鐵條例 因為地鐵不能拍攝 也不能示威 把這個女人勸於離開粉嶺火車站 去粉嶺火車站 就叫她在天橋示威 這個女人移私去天橋擺攤之後 她接受了本地自媒體的訪問 我才知道她是買了深水埗的外海眾 這個女人下來示威的目的 很明顯是想引起公眾注意 希望給你壓力 中原地產 希望取消交易 但是我覺得取消交易也挺渺茫 為什麼呢? 因為你白紙黑字 你簽了名 你說你不知道外海眾 在九龍城區 還是深水埗區 這是你自己的問題 因為香港上網你這麼方便 而且她一直介紹你的時候 你是不是自己上網找找地圖 究竟外海眾在哪裡呢? 其實這宗外海眾已經出來了 下網在哪裡 地址在哪裡 也是深水埗區 其實她沒有理由不知道 反而我覺得 她其實不是因為效望的問題 會不會是因為現在的樓價跌了呢? 坦白說 去年2月去買1650萬 現在樓價至少跌兩成 最少兩成都未必有人出價 可能隨時要三成 你知道外海眾的 深水埗區 誰買啊? 這個女人自己透露 她中共有三個子女 最大個16歲 最小的一個就讀幼稚園 可能是兩任丈夫都未定 不會有這麼久 而且三個子女 都是在香港出生的 還有 她說她有1600萬 可以買起這個單位 即是她是不缺錢 即是她有說自己做生意的 很明顯她應該對中國 和香港的情況都很熟悉的 不然她怎麼賺到這麼多錢 一個普通人 突然間你拿了千多萬 一定是有錢人 或者是懂得做生意 別管了 現在她的目的 她說是她的孩子的行業不對 所以才想取消合約 我覺得 應該是樓價跌了 想取消合約 其實她不用大鬧 現在你也是付了240萬 你還有1,400萬 你還未付 反正現在樓價跌了兩成 起碼兩成 你跌兩成 你也不見三百多萬 換句話說 其實現在你賺訂 就好過你走去成交 所以我始終覺得 這類的動機 不是因為賣錯了效望 而是 根本是樓價跌了 也知道 原來深水埗的樓是不升的 那就更糟了 現在我說跌兩成 隨時你說減兩成 都未必有人接貨 正正是因為她想大鬧 中原或者發展商 就是希望吵吵吵吵 取消合約 連訂金 即是240萬 都可以退回給她 還有一條條款 就說經紀 拿了幾百萬 這個佣金 坦白說 你現在還是付了240萬 我看她現在 很明顯 就算她拿不回這些訂金 她都會撤訂的 撤訂之後 中原經紀 都是沒有佣金的 所以以我的判斷來說 這個女人 今次下來的狗狗鎮 是一個薄大帽 希望給多壓力 發展商 給多壓力 中原地產 希望可以取消 賣賣合同 我對整件事的分析 我覺得分析得很合理 我相信 外面的Youtuber 未必有 打爛了盆民道督 找了她的資料 究竟她賣了哪裏 什麼時候賣 究竟這個女人說的東西 合不合 這個女人 為什麼只給了240萬 都走來吵 大家綜合了所有資料 就會像福爾摩斯 慢慢地抽絲 找到這件事的內籠 去墨水落石出 好了 今天突發事件 就說完了 希望大家把這段影片 傳給朋友 說回原來這件事 是這樣的 當然 以上的言論 都是我一個猜測 可能女人 真是為了個效果 才嫁狗鎮 這個就不知道了 不過 用一個很常理 一個很有邏輯的分析 就是我這個分析了 好了 今天時間夠了 今天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拜託